这一套就是我们的R1 Combo 这个是适合装在铁门的 然后这个是你可以装在你的木门 这个铁门的话 它是可以通过最基本的指纹 密码 你也是可以通过用卡 再来这一款的门锁它也是有App的 你可以通过用App来去开门 就是讲你的朋友来你的家 他只需要按这个门铃 两次 你就会收到Notification 然后你就可以向右滑去unlock 这个App的Function除了你unlock之外 它还可以setTemporary Password的 这个Temporary Password呢 它是Time Limit的Password 你可以generate你自己的Password 或者是你可以randomly去给它 选那个Password给你 你也可以set你的时间跟你的日期到几点 这个密码就不能用了 除了这个之外 如果你有Emergency 你是可以通过用锁匙去开门的 除了锁匙你也可以选择用Powerbank 暂时给它去充电 然后你就可以unlock进去了 然后这款呢 就是那个R1 它是刷脸的门锁来的 So for这款门锁的话呢 它是可以通过最基本的指纹 它也是可以通过用密码 再来呢它也是可以通过用卡 再来它就是可以通过刷脸去开门 So for这款刷脸的门锁呢 它是有App的 所以人家按你的门铃 你是可以直接收到Notification 你收到的东西呢 它是照片来的 看到吗 这个是那个照片 所以你可以直接按unlock 然后你就打你的密码 当你有emergency的时候呢 你也是可以选择用锁匙去开门 所以它的锁匙洞呢 是在这里咯 你只是需要把它打开 之后你就把锁匙放进去 然后转 它就开门了 除了用锁匙 你也是可以用Powerbank 暂时给它充电去开门的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关于这一款Composet的话 赶快比验我哦